情業重信再發聲明說 中職委任是服務範圍超出原因 無政治壓力 會覺得有被打臉嗎這樣子 其實因為非常的清楚 我們最後都是有簽訂合約的 那其實本來情業重信這邊也是說會派代表來參加記者會 但因為後來受到可能一些相關的這個不知名的壓力 那或是有些輿論壓力 所以後來他們是沒有來出席 那我們也都尊重 我們認為他們可能也算是這一次的一個受害者 但是呢我們想要先跟這個民進黨的發言人張志豪回應一下 因為昨天他還說什麼 那這個柯文哲要不要出來道歉 就情業重信都已經出來發聲明說 跟政治的介入是沒有關係 我們才認為張志豪發言人你要不要道歉 最剛開始就是你在那邊亂造謠 說什麼情業重信這樣子就是柯文哲的東廠 你才應該要道歉 現在還反過來叫人家道歉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荒謬 就是民進黨你不要一直想要去用一種這種帶風向 然後甚至潑髒水的方式 最後再反過來裝無辜 我覺得這種套路真的大家看多 大家也不會接受的 這邊他知道這個情況了嗎 那他有沒有表達一些什麼 主席是全程掌握相關的情況 那他也其實我覺得他也了解對方有所為難 其實因為在溝通的管道當中 其實我們就一直感受到對方 其實在新聞露出之後反而開始有壓力了 所以主席是了解這個狀況 也知道對方的為難之處 那就是因為像民進黨是質疑說 你們內部的平和機制還有在運行 比方說中評委的部分 就好像很久沒有聽到他們有處理什麼案子 那現在他們的運動狀況是如何 因為我中評委的案 中評會是處理了很多關於黨員的申訴案 最近有揭露的也就是486先生 他所謂的一個不當言論 而且是不實言論 我們最近正好才做一個這樣的處分 其實中評會是一直有在運作當中 只是說可能民進黨不了解 或許他們可能案子都沒送到中評會 可能就吃案了吧 主席想請教 就是靖周刊有指出說 就是在你任內 工程部被審計部揪出有缺失嗎 這件事情不曉得能不能請教一下 然後另外想請教剛剛第三方掃黑平台 貝利偉雖然說是連責任也要外包嗎 那你這件事情第一時間要完嗎 第一點喔 我這樣說嘛 你講的說我們哪裡不對就拿出來嘛 我的態度是 錯就改嘛 所以我們從來不怕面對這個我們做錯的事情 有錯就改這第一點 第二點 那個你要嘲笑說我們什麼台灣民眾黨 連這個什麼都要外包 至少比民進黨你知道吃案好吧 對不對 你那個me too不是都自己吃案 我們這邊的機制是這樣 它是外部集合機制 也確保我們內部沒有辦法吃案 因為那個是在外面受理的 你這邊沒有辦 有辦沒辦 外面那個是有在追蹤的 所以這制度是比較好的 尤其是連責任要來控制的 我發生了點 就來回應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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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就是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邱毅說 韓傑市長願意出來當tanko 如果他出來整合的話 你願意接受嗎 你怎麼看 韓國瑜 韓國瑜 這個我倒覺得這樣 韓國瑜現在是無關一身輕 而且他這個還蠻豪放的 很隨和 我倒覺得還是那一句話 就是說大家坐下來聊一聊 談一談 也沒有那麼嚴肅 也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這個也還好 而且我跟韓國瑜本來就很認識 韓國瑜願意扮演在野整合的角色 是不是在等他一個人 我會堅定我自己的步伐 面對這場總統選舉 環節所有的力量 一起贏得最後勝選 葛事長怎麼看 就是柯辦現在玩兩手策略 要拉出油鍋 然後要邊緣化你 柯辦的規劃我不清楚 所以跟民眾黨有可能在總統層級上有合作嗎 不會團結所有的力量 贏得勝選 所以現在韓國瑜就說了 願意當侯柯鍋的這個統括 大家需要您的授權 你會授權給他嗎 我要非常謝謝 包括韓國瑜市長在內 包括連戰前主席 柯公 馬田總統 王院長 洪秀州前主席 大家都在幫忙 大家都在協助 我們是要靠大家這個團隊一起來努力 每一位都很重要 也謝謝韓市長 我們都是保持密切的聯繫 他跟侯市長也有密切的聯繫 所以在適當的時候 我相信韓市長也會跟我們一起 站在一起 以大家一起努力的 這樣團隊的精神來讓2024共同勝選 所以你覺得他幫忙整合是加分的嗎 因為你現在接下這個全國競選主委 我們每一位都是重要的角色 每一位都加分 都很重要 主席會覺得在就選這條路上忍辱負重嗎 這是修行嗎 最近大家各種說法都有 不過我還是強調 不管所有的這些謠言 所有的惡意的重傷 都改變不了我的意志跟決心 就是希望政黨輪替台灣更好 只要我們能夠政黨輪替 能夠國會過半 我們總統贏 立委贏 這就是我最大的功德 我會持續的來努力 至於任何對我個人的指控跟造謠 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 咱們這個柯文哲玩兩手策略 就是要拉豬 老友 郭 邊緣 侯友 你是在醞釀系統 我有看到這個最新的劇本 這位編劇可以拿到金馬獎的入圍 11月說不定他可以入圍編劇 新的劇情 但背後的導演應該是綠營的吧 那最重要的目的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都是想要破壞藍白河 破壞在野的整合 那這樣的目的透過這樣的導演 這樣的編劇會不會達成呢 我覺得很難吧 因為這個很多都不是事實 很多都是編劇的內容 我猜朱立倫知道國民黨也不會當選 但他就想要借這次來 可以支持自己的勢力 黨內不能只有他一個人 是這麼出頭 他應該是要有 第二第三影響力的人 像類似黃三三這樣子 我覺得綠的基數是蠻大的 然後藍白他們可能一直在分這樣子 那現在又有郭台銘出來 那郭台銘就很明顯 就是看不慣那個 偶爾被朱立倫鎖住 我猜朱立倫知道國民黨也不會當選 但他就想要借這次來 培植自己的勢力 讓自己的那個 在黨內影響力就 達到最大 然後柯文哲也是在 希望可以把自己的黨內的那個 就在台灣影響力上升吧 對我覺得 你認為說柯文哲應該要怎麼樣來加強 黨內不能只有他一個人 是這麼出頭 他應該是要有 第二第三影響力的人 像類似黃三三這樣子 就是 因為你說民眾黨 他第一個就柯文哲 那第二個就 第二個 你要說是第二個的話 好像就 不是那麼簡單 那你如果說 民進黨的話 賴清德、蔡英文 然後很多人都講出來 但是民眾黨 可能就 紅三三 高宏安 然後就 那你認為說柯文哲現在目前 遇到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他過去講錯的 他可能可以這樣子 可以說出來 那很多人在問說 問他一些很專業的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在這方面 他還沒有那部分職業的人 去協助他 所以他講錯的話可能就 好像沒有講一樣 這樣很容易被對手攻擊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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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저 對 對 傷正 許 那 開 oak 可